你好呀,我是范范,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吸引力法则相关的小练习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练习呢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担心,问题跟解决方法它总是成双成对的出现的 就是当你觉得快被难题击垮的时候 你更要睁大眼睛仔细看 因为解决方法一定就在身边 因为在宇宙中呢,问题与解决方法往往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的 就比如说你们在玩RPG游戏的时候 你会,这里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 那为了去解决问题,那你肯定要必须向四周的人去打探消息 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人跟你说 打开村子东边小庙的门吧,等等 于是呢,你就带着游戏主角前往这个村子东边 你发现,诶,果然就是有一座小庙也看到了门 那宇宙呢,其实就和你在玩RPG游戏一样 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是游戏中的事件 而游戏呢,一定会为你准备好解决事件的方法 不过呢,很多人往往严厉只看到问题 却不去找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走出家门呢,你好好的宁神细细的去观察 去看,去多多动脑 你会发现通向终点的提示 其实随处都可以看到 所以呢,你今天或者是明天 你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小联习 你就从刚出门的开始 你就去注意在你身边出现的这些信息 它往往就是带给你去解决问题的小方法 好了,关注范范 每天一起能量提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